好 我們訪問到韓市長 剛剛這個立剛更也說了一個問題 相關的問題大概就是說 我們市長現在選上之後 其實不只救高雄 我們要救台灣 救台灣 先從南台灣救起 所以市長覺得說 屏東 台南 就算不是我們自己這個同黨的執政縣市 也可以好好來合作一下 還有現在像是屏東 肯定很慘 觀光客又掉了 所以市長 未來真的有可能在台南 屏東 高雄 我們三線聯心來好好的救經濟 哪一黨都沒有關係 其實我是受到高雄市民選票的託付 我第一個在接網上的責任 就是要提振高雄的經濟 那高雄蛋白地區東西賣出去 蛋黃地區人進來 會有一個狀況發生 當高雄種鳳梨的農民笑哈哈 台南屏東的苦哈哈 當高雄種芭蠟的笑口竹開 然後台南屏東種芭蠟的愁眉苦臉 賣不出去 請問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農產品不分藍綠 農民朋友也不分藍綠 反而是彼此的縣市長 開始區分藍綠 這個對農民跟農產品 是不公平的 所以如果我們高雄市 各方面在豁出去的時候很順利 我們一定會陷入天人交戰 這個天人交戰是什麼咧 看到其他地區農民漁民在受苦 賺不到錢 我們應該不應該幫他們一把 所以我在這裡要呼籲 屏東的潘縣長 還有台南的黃市長 在農漁這一塊外銷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可能合作 盡量合作 第二 當我們要把東西賣出去的時候 不要在賣東西前提之下 拿一個牙籤 放在手上 看到人家就往人家屁股戳一下 這不是很無聊嗎 從古就講過一句話叫和氣生財 我們現在把東西賣人家 然後平平還要講一些話 讓人家過不了那條線 對 這種事不能幹 絕對不能幹 因為你這樣子 趁一時口舌 或者表達一時政治上 一些鮮明的立場 造成農產品與產品賣不出去 然後再把這個賣不出去的罪 推給對安 這是不對的 你不要講就好了嘛 講一句不客氣話 當東西能夠順利賣出去的時候 人家下訂單的時候 你又想要賺錢 又要吃人家的豆腐 還要表達自己的鮮明的色彩 那不是無聊嗎 心中高牆沒有推倒啊 心中不要有圍牆 和氣生財 當高雄開始啟動這班快車 大量東西賣出去的時候 台南屏東大家一起搭的這班車 平心而論 從照顧農民與漁民的眼光 我是樂觀其成 我們很願意幫忙 但是各位縣市長 就不要再講風涼話了 我們靜悄悄的 叫悶聲發大財 而且賣農產品 漁產品也發不了大財 不客氣的說 只是圖一個溫飽 照顧家庭 照顧孩子而已 我們靜悄悄幫農民漁民做事情 嘴巴不要再講那些 這是我誠懇的建議 所以市長會講一句嗎 我們請問這個潘縣長 請問黃市長 如果今天我韓國瑜帶領的高雄 我的農產品賣得出去 漁產品 續產品出得去 你們的出不去 那你們要怎麼辦 當然剛剛市長回答 你看市長很大度 一直都是如此 可是會有一些支持者覺得說 這兩個選前都在酸你 選後又在唸你又在罵你 結果要賣農產品的時候 就想到你 要怎麼樣 請我們的支持者 解開一下心結 大家不要計較那麼多 不會啦 我覺得遠親不如近臨 台南 屏東都像我們高雄的村子 他們感受最強的 國國來就是嘉義啦 這些南台灣農產品 雲產品 真的 我們可以攜手合作把它外銷 而且所有的中間商全部砍掉 一個不留 直接讓農漁民受到好處 這個都沒有問題 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們也這麼清楚 最難陳曉津三輔頭 前面批三輔頭最困難 我們幫你批這三輔頭 接了單以後 就交給這些漁會農會 以及生產者 中間任何人 想在這裡面戴帽子啊 找好空的 對不起 都不打印 否則我們農民移民收入減少 消費者太貴 這是不好的 我們希望嘉義 台南 屏東 我們有機會大家聯手 絕對沒問題 我們是心胸很開放的 那各位民眾 請你也要支持我們高雄市政府這個決定 大家都是同胞 農民 漁民 都是我們 不要再分這些 能夠幫他們過好生活 賺多一點的錢 我們應該做的 不要分你我 不要分藍綠 當然要做到很多的事情 比方說農漁產品賣出去 很重要的 當然就是我們中國大陸 這邊的 也不要說幫忙啦 大家互利互存啦 那最近講到兩岸的議題 有個人很紅啦 當然就是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之前邀請這個市長要去參加雙城論壇 但是當時因為還沒就職嘛 所以可能也不太方便 那最近呢 柯文哲在雙城論壇上面的表現 被很多民眾覺得說 哎呦表現得不錯 超過七成的人覺得說 這一次看起來是蠻有收穫的 有超過八成的人覺得說 兩岸應該持續繼續交流 未來雙城論壇 不會在台灣政壇的這個 兩岸市場專美於前 因為市長在選前就曾經說 我們不只雙城 我們未來可能三城 四城 五城來進行城市交流 叫多層次的交流 都不排除 重點交流完畢之後 到底希望實質獲得什麼 第二柯P 這一次雙城論壇很成功 這其實執政黨民進黨 包括在野的國民黨都要警惕了 明年開始 台灣最重要政治上的主流王道思想是什麼 就是人民要過好日子 這是最重要的思想 交流之後這個實體是什麼 實體是什麼 然後柯P之後為什麼民調會70% 將近80%都希望兩岸健康的來往 透你的數字 你的民調 所以人民要過好日子 是最重要的王道的思想 我相信2020年的總統大選 哪一個政黨的候選人 你很明確的提出來 如何讓2300萬人過好日子 這是王道思想 再恢復到過去那一些 過度的意識形態的碰撞 政黨的對抗 我覺得都不聰明 也會被淘汰 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不好 這個除了兩岸的發展 我們自己城市本身 我們要建構自己很強的軟實力 最近好像有幕僚說建議這個 我們市長要少說多做 但是市長有告訴他說 因為他急啊 好 既然急 那我們今天就好好來問 我們說這個剛選上還沒就職 我們找困難 就職之後要解決困難 包含了賽馬場 包含了愛情摩天輪 迪士尼 市長您有譜了嗎 還說您心中有一個什麼樣的標準 覺得達到怎樣的標準 這些事情不會是天馬行空 而且是一定可以做的 我們不會是只設第一劍 大家都說第一劍是什麼 錯 我們一開始就好多劍在設 我們明年開始 高雄就要正式推動 中英文雙語教育 這就是第一劍 第二 二月份過完農曆年開始 我們農產品就要外銷出去了 已經開始準備簽合作備忘錄 第一個是新加坡 再來是馬來西亞 接下來是中國大陸的南部 這也是一支劍 第三 明年開始高雄要辦全台灣最棒的 夏令營跟東令營 第四 明年開始高雄觀光醫療 透過醫院跟醫生 還有旅行社結合 我們正式推出來 醫療觀光的產品 這也是一支劍 所以這些劍同時在設 所以你不是三劍齊吧 你是亂劍齊吧 不是亂劍 是有頭腦 很多劍齊 有目標 有人員 也有計畫 要設 絕對不是說只設一支劍 同時開始就好多事情要做 而且這只是講到一部分而已 同時還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相信台灣人民以及高雄市民 不會給我蜜月期 真的完全沒有蜜月期 以前傳統老政治人物有三個月蜜月期 有一年的蜜月期 我認為今天高雄市民期待我很高 我自認為沒有蜜月期 所以我一定要趕快做出成績 這是我對高雄市民最神聖的承諾 而且是我應該做的 對當然沒有蜜月期 可是我們現在還是 有人在酸 說這幾天 像我們從昨天開始 這個愛河 夜市我也泡在裡面泡一整天 真好吃 人真多 今天一樣 可是這個就職大庭 有人就酸 說怎麼好像這個 講不好聽好像皇帝登基一樣 那我是不覺得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人進去 或 人賣出去 或賣出去 人進來的效應的標準展現 市長怎麼回應這樣子的說法 我們初步估計這次行銷高雄推銷愛河 以及這些飯店 奧米亞給餐廳小攤販等等 你現在晚上九點看 路上的車流人流都在增多 這次有相當大的一個商業效果 吃燒餅一定要釣芝麻 釣魚一定要放耳 我們在行銷高雄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沒有經驗 但是市政府有編九十幾萬的預算 不足的部分我還會願意吸收啊 我們不想給市政府任何 那還要怎麼樣呢 那事實上大家可以透過媒體 透過大家的關注 海內外都在看高雄 幾十年來高雄有這麼讓人家注意過嗎 平行而論是沒有的 所以當我們在行銷高雄 認真在推廣觀光 請給我們一點點鼓勵 我們做的不好 沒有問題編測我們 但是我們很認真在做 讓高雄的光跟熱散佈全世界華人的時候 請給我們一點鼓勵 未來我們會繼續做更多 會去做更多 我們覺得行銷高雄 是高雄市政府的市長 跟小隔員們 我們應該義不容辭要做的 也是廣大高雄市民 大家一起來攜手合作的 我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今天 我在這個就職現場 有跟這個韓總的媽媽 有跟韓媽媽聊天 那媽媽當然很心疼 媽媽絕對比觀眾朋友 比所有的韓粉都還要心疼 而且我看韓總 現在其實還是很累 我就問媽媽說 這個韓總說補補身子 她說補身子 大家想到吃媽媽煮的菜 我就問了這個韓媽媽說 韓總喜歡吃你什麼菜 結果韓媽媽跟我講說 她平常沒有跟你住在一起 也很久沒有煮飯了 所以我們要問一下韓總 如果有機會跟媽媽 好好吃頓飯 會希望媽媽幫你準備什麼 家常好料理 我母親家常菜做得不錯 紅燒獅子頭啊 紅燒茄子啊 什麼煎蛋啊 還有青椒牛肉絲啊 還有麵疙瘩 都不錯做得不錯 媽媽最近還有下廚嗎 哪一個兒子 會不喜歡媽媽做的菜 因為從小吃習慣了 哈哈哈 好不好 沒有什麼 非常感謝 我現在最重要 趕快把身體靜養一下 因為未來高雄挑戰會很巨大 我相信身體如果養不好的話 是沒有辦法接受挑戰 這一點我也有一點壓力 那今天晚上在這邊 其實也不太能休息 那院學夫人要留下來陪這個市長 沒有沒有沒有 他回去休息 我要大概睡到凌晨三點就起來 因為我要跟攤商啊 聊聊天 請聽一下民意 大概可以休息四個多小時 那市長得休息 好的好的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市長 來市長謝謝 謝謝啊 市長他當年就是從北農站起來 然後被逼下了北農 今天他當上了高雄市市長 就職的第一個晚上 他要從果菜市長 捲土重來 告訴高雄 告訴台灣人 韓國瑜準備好了 謝謝市長 君子不忘本 對 引水資源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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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